宣教 宣教是一條恩典的路 我一年多來每一次講到 題目都是繞著這個宣教在做 今天我們就要再來思考的是宣教 弟兄姊姊大家平安 很高興今天有正好的機會來到我們教會 其實我們以前是屬於隔壁親家 因為我以前是中山教會的傳道 去年離開中山教會和我太太 一起到鹿港教會 雖然已經離開我們彰化師 但是卻常常還會記得 以前在彰化差不多有十年的時間 每次連著這個中山路走 走走走 經過我們這邊 我都會抬頭看一下我們有胡教會 其實現在我經過這個地方 又看向這間讓我很喜歡的教會 我想應該不只是因為有胡教會 有許多我認識的人 最重要這裡讓我感受到 有上帝的同在 還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動 真的感謝主 讓我今天有這麼好的機會 再次來到這邊和弟兄姊妹 一起來進到我們的神 也讓朋友這個機會 能夠分享我從神來的感動 其實今天很簡單 我要和弟兄姊妹 一起來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成為一個基督徒 應該要有的責任 我相信成為一個成熟的基督徒 除了對我們自己應該要有的信仰問題 有失常有能反省 而是能夠 有能夠 能夠來解 就是說把我們的 這個當作我們一個 很重要的責任以外 實際上 對於上帝所交代 我們必須要去遵守 這個責任 我相信大家應該想得出來 這個責任就是宣教 這是什麼宣教 我經常很喜歡和弟兄姊妹分享 一件我非常感動的事 也就是這一個見證 就是說有一次我有機會 和一群牧師一起聚會 聽他們對於他們教會存在的目的 以及教會和台灣社會之間的關係 他們做一個分享 其中最讓我感動的是 有一個牧師他分享說 他對他們教會存在的意義的一個說法 其實這一個分享 我上面是好像是 具有前面我來過我們教會 我也分享過 他這個牧師他說 除了上帝的愛以外 他們很持守著說 彼此弟兄姊妹之間的愛 上次我沒有跟大家分享的一句 一件事就是我要留到現在在講的 就是說他說 他們教會存在的意義 除了是要和弟兄姊妹分享愛 並且他愛分享出去以外 他們教會存在的意義 不是為了他們教會有什麼需求 也不是為了他們 要留給他們後代有什麼財產來存在 他們很單純 只是為了上帝國的福音來存在的 也就是說他們是為了上帝國的主權 要將上帝國的福音 透過他們教會的宣教的事工 來向人傳講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宣教的一種利益 我們同心地頭來打道 至高的上帝 因著你的愛 我們弟兄姊妹 再次聚集謙卑來此 再次來感謝你 因為你有拆盼你的孫徒生愛子 耶穌基督 來完成祂救贖的使命 如今我們要遵守著你的命令 期待你的國土 早一日的來臨 使我們能夠繼續宣揚你 神聖的福音 來使得萬名歸入你的聖明 主啊 雖然我們的內心 時常因為害怕恐懼 而困惑著我們 不過我們相信 你呼召我們 要來完成你所交代的大使命 確實你也會拆敗聖明 使得我們不管去到什麼地方 你的聖明都會和我們同行 也會一直來引導保護我們 一直到萬我 一直到萬方 你所要我們宣揚福音的地方 在此首先 我們將我們今天的禮拜 完完全全奉獻在你面前 恳求你敞開我每一個人的心 讓我每一個人的心 能夠將你的話語 能夠深入在我們內心當中 感恩祈求 奉靠主耶穌的名 阿明 親愛弟兄姊妹 今天完整的一節經文 我再讀一次 並且要人 並且人要奉得他的名 來傳悔改赦罪的道 從耶路撒拿起 直傳到萬方 親愛弟兄姊妹 我們來看 現在記載這個經文當中的直傳到萬方 究竟和我們今天的張宣經驗主持人 有什麼關係 其實更直接來說 我們的宣教施工 我們中會宣教施工 就是要透過中會性的整合 來關心每一個教會的宣教意向 甚至是參與在教會的宣教意向的需求當中 或是說關懷正在宣教或是在開拓教的教會或是機構 使得他們這些能夠感受到 有人在他們的宣教施工當中 關心照顧甚至是鼓勵他們 特別是裝備教會對宣教的一個熱情 培養個人宣教他的現身的一種志願 這就是我們中會對於宣教所設計的施工當中 很重要的一個目的 也就是特別需要我們來關心的地方 我們中會的宣教施工可以說是一種整合性 整合性的一種宣教的方法 其中最大的目標就是要從所做的事工當中 來裝備或整個宣教會內決議 要將福音直傳到旺方的一些現身的一些人 還是說教會還是機構 另外我們也要來思考 這麼多人用不同的方式 不同學教的方式來將神所交通的使命 來把它完成 對我們自己呢 弟兄姊妹我們有沒有想過 我們有沒有禁心禁闢 完全沒有保留 教我們自己奉獻在宣教的事工上面呢 首先我們就要來思考極的問題 大家看 舊約有一個很大很偉大的人物 就是我們非常熟悉一個因性正義的人 他就是我們的信仰的祖先 是誰 亞伯拉安 他之所以讓我們稱作是藝人 相信 不只是因為他的宣徒的態度而已 其實是那種完全沒有保留 他沒有保留所表現出來的一種信仰的見證 我曾經看過一本書叫做《門湖人生》 這個我在我們教會我有分享過這本書 它是一本很好的書 他的書中他有書寫著說 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 我們每一天都有兩種不一樣的心思意念 互相在前置著 一種就是自私的想法 一種就是很慷慨的意念 這本書的作者也用 由大和瑪利亞這個聖經故事來做比例 作者他有指出說 就像那一天 瑪利亞這樣價值差不多 按照聖經學者是說 差不多一年 薪水的相高 沒有保留的倒出來 對耶穌來說 當然是看重是很貴 看重是非常貴重的一種禮物 在當時 不過用現代的時代來看 當你要拿出自己這麼最好 又最貴重的禮物的時候 到底我們要怎麼去判斷 這個是最貴重 而且是最好的一個禮物呢 但是我們要來現在思考一個問題 而且要很慎重的提醒你自己 世界萬物 就是包括天上地上 一切的財物 都是上帝所掌管以及創造的 不是嗎 這樣子的話 那到底我們是要感覺是多大 還是說多貴重的東西 才可以使得上帝感受到我們的誠意 這個我們可以思考看看 或者是說 我們要替上帝賺多少錢 還是替上帝 還是替教會省多少 才是一項給上帝最貴重的禮物呢 有人曾經說 我是最不會賺錢的一個人 沒有辦法替上帝賺什麼錢 不過我來替上帝省錢 所以這個也不要花 那個也不要花 這樣上帝就會剩下錢 上帝就會說 我是一個好又敬重的徒人 特別是在教會當中 很多這種觀念 其實這個真正是上帝要我們做的嗎 我們都相信上帝是統治全宇宙 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祂創造的 我們眼睛所看到的都是祂的 所以我們真的要為上帝來煩惱 事件上的事情嗎 所以 正對這問題來想 我們究竟要怎麼樣 才有可能 受得起讓上帝 感覺到真正有價值的禮物呢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就是有一種禮物 我也是想了很久 就是有一種禮物 是我們自己可以獻給上帝 而且在上帝的眼中 會讓上帝看作是最為貴重 最為寶貴的東西 這不就是我們每個人的自己嗎 也就是說 將我們自己獻給上帝 我相信這個絕對是一個價值廉承 而且是蜂蜂蜂蜂的大迪路 今天弟兄姐妹你呢 你曾經想過一個問題嗎 當你沒有困難的時候 還是可能你的奉獻 還是說服飾病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或是说在生活上有问题的时候 你的选择是什么呢 是仍然将自己所有的完全全奉献出来 还是说不敢将自己摆在上帝的面前 把心里想到都不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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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不敢我想到会造成一个 就是说你对上帝的信息已经没有了 在旧约圣经的记载当中 上帝呼召苗波兰要他离开他的本地 本族还有福德家 如果苗波兰不敢我们来思考 那个时候如果他不愿意接受呼召 可能他根本也不能成为 我们现在所称呼的信息之父 所以在此我们也必须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离开本地本族还有福德家 如果是代表着我们必须离开 我们目前习惯的生活模式还有形态 那样你是不是必须要问你自己 你真的可以去适应所改变的生活模式吗 曾经有人分析过基督徒的生活方式 他这么说一般的基督徒在价值观上面 有两种非常不同的模式 一种是属灵生活的模式 一种是属世生活的模式 其实对于成为基督徒的你我来说 要怎样让这两种生活互相配合 认真说来是真的非常不容易 真的非常不容易 你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 你要真的说你能做到完全是属灵的生活 还是说你在所谓的属灵生活当中 你不去想到属世的生活 其实真的很不简单 所以现在我们另外来看 我们都整个《路加福音》24章 它的结尾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前后句 耶稣所交代的使命 这个使命就是要呼召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团体 向着万邦来传福音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才有国下来进行这个使命呢 在思考这个经文之前 我们现在了解几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首先我们来看 耶稣的大使命有这样说过 使万民坐我的门徒 往铺垫下去传播给万民听 只是传到万邦 只是传到地级坐我的见证 耶稣他用这几种 当时听起来很特别的名词 就是说万民啊 普天下万邦地级这些字眼 对当时的人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 特别是对当时的那些人徒来说 这个是一个军网 这是一个军网才可以讲出来的话 一般不可能能敢去讲这种话 特别是这群人徒 他们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巴勒斯坦 对当时的地理环境也非常有限 他们甚至他们连地球是远都是远的 他们大概都不知道 对他们说他们全世界的人 就是在地中海那个附近 那些普天下万博美丽地级 对他们来说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他们听了之后可能是茫茫的 茫茫的不知道别人在讲什么 但是很奇妙 上帝的福音却是从这一群门徒一直传到乱榜 传给万民 而且一直传到弟子 所以说上帝要做要成就奇妙的时候 是人没有办法成像的道理 对现在的我们来说 我们生活在这个已经是全球化的世界 甚至不需要喊机票坐飞机到其他的国家 我们只要透过电脑 电脑资讯就可以传我们要传的资料 不过我们必须想到 耶稣所教读我们传的会到主天下 传给万八传给万民传到地底 这些目标对我们今天的我们 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重点在说 宣教虽然是我们用自己在家庭 还是团体还是职场 宣教地的作为基础 或是说用教会成为地方 福音宣教的基础来宣教 但是宣教绝对必须要有付出实际的行动 也就是说要顺服在耶稣基督交代的大使命当中 说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一直传到万方传到立即做我们的见证 所以说要有行动 这些行动就是要成为我们达到大使命的一个方法 虽然在现在的生活当中 有很多人很认识在推广电子化的宣教 不过对我们客人来说 用我们自己本身所曝出去的行动来宣教 其中是有许多是用现代科技的方法 没有办法来取代的 而且你没有办法去享受在那种宣教的美 宣教的那种喜乐当中 事实上福音也是随着宣教师的足迹 从耶路撒冷传到非洲 东东欧洲美洲 还是说东南亚 还是说其他许多的地方 我们台湾所接受到的福音也是这样 甚至我们彰化 彰化中卫 我们受到的福音也是这样 随着宣教师的牵迷 受着上帝的师父 甚至我们的神学教育 也是延续着宣教师所传承的方法 来传承宗教教育的人 一部一教育将信仰的精神传承下去 才能我们今天台湾的基督教的福音事工 有一个问题我们又要来思考了 这是学教历史的演变当中 从早期初代教会 从耶路撒冷得到第一批的信徒 圣经记载说大概是差不多约有三千人 到现在全世界差不多有三十多亿 这个是根据记载说 差不多三十多亿的人 归属在耶稣等基督人民 当然这帮最主要是包括 天主教的 这是因为世世代代的教会 还是说信徒一直不停的在学教 在传福音才有的结果 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全世界有将近七十亿了 所以 这数字看起来 大概差不多就一半而已 既然像这样的状况 需要一直传 传到万方的这个福音 真的只能够停留在我们身上吗 不再继续的传下去吗 是只能停留在我们教会中吗 不这样传出去吗 或是说我们只能顾自己的需求 不去协助那些全新宣教 还是说专门训练宣教的一些机构事工 甚至说一些就像我说的 整合性的一些机构就是像中会性 中会性这样子吗 根据美国最新的统计 基督徒的人口比例最近其实是下降的 我们常常想说基督徒的人越来越多 其实人口比例越来越下降 最新的公布指出说 基督徒在总人口比例 基督徒在总人口比例 其实是下降的将近三个百分点 但是很奇怪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的比例上升 有的人去探讨 或许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这几年甚至从911事件以来 还是说有许多的 不管是人文的啦 天灾啊 不管是地震啊 海啸 发生死人 产生人 对于上帝的存在有很多疑问 所以找了很多人 离开了这个信仰 成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看到这份的调查 我们真的要好好来思考 为什么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越来越多呢 这是什么的责任呢 有的人对上帝的那种存在 那么多的疑问 为什么没有人去跟他们说呢 我认为 这就不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了 这真的值得是我们成为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要来思考的问题 在此我来分享 我自己本身认为 很有效果的一些方法 给大家做参考 我想要在我这个世代 完成大使命 或许啊 因为我不知道说 我们这世代能不能达到 这大使命 我个人是想说 很有效的方法 之一就是说 所谓的整体系的支持 什么是整体系的支持呢 整体系的支持就是 不管是有教会 团体还是说个人做一个单位 专心在一个特别的 事工机构 学校或是个人 为他们祷告 还是奉献 来承担这个团体 事工 事工 学校 还是说个人的负担 而且提供资源 来传播于 来建议事工 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 有没有这种正统 也就是说 时常为了特别的宣教事工 还是说支持心 宣教事工的部门来付出 为了他们来祷告 或是体通资源 也可以说是成为一个支持 支持性的后勤单位 我们中会所计划的每一种 宣教的事工 是非常多种的 就这种 我们中会是 我们众教会 我们张望中会 众教会的一个后勤单位 也就是一个非常需要 我们来支持的 宣教的一个事工单位 真的需要我们来支持 相信我们如果用这种 整体性的支持的观念 来支持我们宣教 这都是在建议上帝的爱 可以使我们宣教的方法 不断的进步 也可以继续来训练 关心我们在宣教 时空上的一些需求 这种整体性的支持观念 就是要使我们 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能够参与在宣教的 这个大使命当中 完成 我们所必须要完成的一些责任 另外来说 如果可以配合其他的几种行动 也可能很有帮助 第一种就是祷告 祷告 耶稣曾经恳呼过我们 恳呼门徒说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人 人少 所以你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 这是记载在 马太会第九章三十七到三十八集 安提安教会 拆派 巴拿巴 巴拿巴以及 保罗出去宣教 都是 也是在 禁止祷告当中 特别是在教会的领袖 里面禁止祷告当中来拆派的 所以安提安教会 也特别是用祷告来参与 安耐支持 新庄祷告才来宣教 是宣教非常重要的原则 我常常常喜欢跟人家分享说 之前我在中山教会 所对于分圆的开拓宣教的时候 我非常喜欢 我不虽然应该中山教 但是 那个事工现在是还持续着 当然我 我不知道现在是讲到 我知道还持续着 我一直记得说 当时候要开始的时候 整整 我们穆利牧师用了两年的时间 很少人想这样 用两年的时间是每天去 每天都一个半至两个小时 每天去分圆 每天去那边走路走了两个小时 整整走了两年 这种就是说 一种用 祷告来参与宣教 穆利牧师曾经跟我分享说 他如果当时候没有那种心 在祷告当中寻求圣灵的同在 寻求上帝给他的力量 他没有办法去做 你们想想 三四几年的教会敢开拓 没有圣灵在里面做功 不可能 不可能 在圣经里面对保罗来说 保罗声称知道用祷告来支持宣教 宣教的重要性 他自己也常常请教会为了他祷告 对领佛所教会 各种新教会 铁撒旺迪迦教会 罗马教会 各种教会 保罗他都有这样的要求 对保罗这种行动 在我们教会应该来学习 用祷告来支持宣教师同 而且要相信祷告的力量 第二就是用奉献来支持宣教 耶稣在他差不多三年的传道的生活当中 不少的用奉献来支持他的宣教 最明显的就是 我们知道在耶稣的宣教的团队当中 有两种团队 一种是施工团队 一种是支援团队 所谓施工团队 就是耶稣的那些门徒 他们很直接是和耶稣一起 面对敌人的挑战 第二种就是我刚才说的支持性 支持的团队 也就是说 也有另外一种是 供应耶稣的宣教团队 每一天生活上所需要的 当然包括差异环食物 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一种 宣教团队所需要的一些 一些架构的一些形态 就像保罗在他宣教的旅行当中 我们知道保罗他都是用支帐篷 这张罗在赚钱 但是不要忘记 有的时候也有教会 还有信徒奉献 提供他生活上的需要 第三用最实际的行动来宣教 因为我们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进来 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 这个做就是一个行动 这个做就是一个行动 有一本书 《行动的基督徒》 那本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 里面最重要的是说 行动是一个宣教最直接的一个方法 所以说我们常常说宣教应该要怎样 应该要怎样 还是说什么是宣教 对于这些问题 我要给弟兄姐妹分享的重点就是 宣教最主要的第一就是说 采取行动来宣扬上帝的作为 采取行动来宣扬上帝的作为 也就是说行动就是宣教 行动就是宣教 所以结论来说 耶稣有说过 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日才会来到 这句圣经常常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说耶稣不愿意任何人沉沦 期待人人都可以来悔改 成了上帝国的百姓 大家可以同心来宣教 甚至支持宣教 我们如果有心 更加可以参与在 支持我们所设定的宣教 事工还是机构 也就是说支持我们为了宣教 所设计所执行的各种事工 使我们的宣教能够更传遍到每个地方 甚至说像耶稣所说的传道 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思考 台湾我们众教会 岂能够只有顾着我们自己教会的需求 能够顾着我们自己教会的传如荫呢 我知道在教会要传如荫不简单 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姐说 教会不传如荫就像德里还真一样 就等着吧 就等着吧 最近我在看另外一本书就是 你一不能改全 我看我真的下了一天 你一不能改全就是在讲教会 从小教会大大大教会 但是最后他是说 教会很容易从大教会 小教会 因为很重要的就是说 你用什么心态在教会普世 你如果是固定自己的话 我们教会再大也会变成小 我们入港教会上个礼拜 聚会是达到三百七十几个 在这个三百七十几个当中 我托去分析说 有几个字 还会窒息在教会的 有几个字是说 为了一死的那种正来教会的 我们就可以在当中说 我们要什么去跟他们 一些培育他们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培育他们 不是说他们成为基督徒就结束了 我们培育他们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 他们能够再去让别人成为基督徒 这个就是宣教 我们宣教不是群人坐在那边 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 但是不要忘记我说过的 全世界还有一半的上不是基督徒 我们要怎么样让那些人回来 要让那些人知道说 他们所遭遇的那些 不管是天灾人或 那些是那个上帝 上帝他们自己的遗事在里面 我们要怎么 让他们能够执手的 我是基督徒 我要在做什么 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将这个福音 停留在我们教会呢 勿力的只传到万国万方这个使命呢 弟兄姐妹 上次我记得 我曾经分享过 那个从耶路撒冷起 这个耶路撒冷 每一个人的耶路撒冷不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我之前还应该 我不能这么问那个 大概快一年前 我每年的四月五月都会来 去年 我说每一个人的耶路撒冷不一样 从耶路撒冷起 从哪边起 有的耶路撒冷是在学校 有的耶路撒冷是在公司 有的耶路撒冷是在哪里 不一样 今天我要留学你的功课 希望下次我有机会来说 再来问他家 这个功效就是我们的十足行传 我们知道十足行传是一个 圣灵同在的宣教历程 圣灵同在的宣教历程 那每个人十足行传会不一样吗 宣教会一样吗 每个人十足行传又不一样 每个人要宣教的又不一样了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继续用我们自己的性命 来写我们自己的十足行传 或许下次我生活 我有机会来 我会再来问一下弟兄姐妹 那你的十足行传你写了多少 你的十足行传写了多少 还是还没有经历到保罗那个被那个光照到的那个时候 还在光照的之前呢 还是你的十足行传已经开始了 你摔下来了 要开始去经历了 我们同心地头来祷告 我们的主 我们的王 天安邪恶的时代 求你引导我们来通行 使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 也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权品 但是靠着你重要的圣灵 你要我们宣扬上帝国的福音直传到地级 我们也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宣教使命 你也要我们每一个人 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 主啊 不过我们的勇气是如此的小 求你强壮我们的心思意念 求你使我们从你的教训的话语当中 来学习之后带领更多的人来归入你的名 让全世界都归入在主耶稣基督的名下 直到得胜的主再来 如此可求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祂接沉中飞起 我就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拿下 ��支支ries 他们的性是 España 你是我的主 你要我走着一路 ع唐先这是我们的主 这是我的主 8周六 QU FA 都是你在拜五 万人终为独 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地续 这一生都是主 一步又一步 这是狠边之路 你爱你手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狠边之路 你爱你手 请我走着人生路 你是我的主 引我走着你路 高山或低谷 都是命在暴霍 万人终为独 你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变地续 这一生都是主 一步又一步 这是狠边之路 你爱你手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一步又一步 这是狠边之路 你爱你手 请我走着人生路 你爱你手 好 你今天干 谢谢大家